大家好 我是王源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小时候背过的唐诗诵词 或许每一个的背后 都尝着一个或许深沉 或许浪漫的故事 从这一本《康正古诗词八十一课》里 你或许可以体会到 不一样的诗歌之美 这本书用八十一首古诗词 串联起了从东汉三国 到宋元明清的上千年 历史人情变迁 明白小畅 娓娓道来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 是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解读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涕下 康正老师用细腻的笔触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 人侠仗义 一心建功立业的诗人形象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体会 诗歌里那种伟大的孤独感 我想其实诗歌 音乐 戏剧 电影 这些艺术形式的源头都是一样的 都是平凡人生活的所思所想 所感所悟 诗人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让你原本平常的生活 也可以变得意义生光 相信你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感受到同样的来自平凡生活的诗意 我是王源 423世界读书日 我们一起打开书本 打开藏在诗歌里的万千美好